哇 你们小朋友我要拍手 新北市副市长侯友宜出席图书馆 暑假阅读活动的颁奖典礼 弯腰蹲下身子和小朋友互动 展现十足的亲和力 而他也被认为是2018新北市长 呼声最高的人选 好 那个周锡伟已经动起来了 谢谢你 谢谢 听到敏感问题低调不正面回应 但和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 一同出席活动 是不是已经有暗示 而另一头有意叫住新北市长宝座人选的 前台北县县长周锡伟已经动起来 我的政策中心会在24号正式的成立挂牌 那实际上政策中心已经在运作 积极动作参选意愿表露无遗 但先前似乎是没有得到党主席吴敦义的青睐 被否认力挺 而吴敦义也强调尊重朱立伦 但听到周锡伟额礼似乎不能接受 到过去国民党的作风 都好像是一定要相信地方的首长 对于选举会有绝对的操纵权 那可以利用行政资源 对于选举做一个胜负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去0.2018县市首长选举 只剩一年的时间 由于参选的候选人各自努力 谁能代表党内出战竞争激烈 或许去闻红须李佳化特别报道